有一個案例我永遠不會忘記 就是我自己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有一個媽媽她中風倒下 然後她的女兒是新婚夫婦 我臨子現開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嗎 她說媽媽中風倒下了 那我們的孩子要不要把她拿掉 凌晨4點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眼睛張開 她像上洗手間 我眼睛張開的時候 天地是顛倒的 我就知道出大事情了 我沒有經過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我就跟我的母親說 因為我知道她非常容易緊張 我已經知道很多了解我的媽媽 所以我就變成沒有辦法 我很痛苦 所以爬著出去跟媽媽 輕輕地敲門說媽沒事 因為4點一定有事 去敲媽媽的門一定有事 媽沒事你可不可以出來一下 我媽說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情 開始了 因為她不知道眩陰 我也沒有經歷過 阿忠啊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快死掉了 江醫師你說你要來談一個什麼 對對對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 就是大家說 長照我到底要準備多少年 要做什麼樣的財務規劃 我跟大家先講個數字 10年 人生的最後10年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像這一次就是 今年有一個國際長售中心 它統計說 全球121個國家 那它找出前20名 我自己把前20名找出來 包括說跟我們常常在一起 那個日本南韓新加坡 還有一些北歐國家 都在裡面 大家看這個看著 那台灣有在裡面嗎 台灣沒有在120個國家裡面 不過沒有關係 當然台灣一定也是在這個之列 大家看好 那我們這些國家很一致 平均壽命都一定會超過80歲 對不對 這個沒問題 可是這樣有趣的來了 那這個是 接下來是健康壽命 那健康不健康 這個WHO怎麼區分 它是用你開始需要 一個人以上照護的時候 如果你開始需要兩個照護 就進入不健康 所以就不會再 需要人家照護就不健康了 就開始不健康了 所以你看這些同樣的國家 全部都是到70歲以上 這是健康的 健康的 所以我把這些數據中間做一個 差距 就是相減 就每一個人大概平均 在這些進步國家 只要是進步國家之列 都會平均被照顧10年 這麼長 對 大家都很一致 所以我們 未來我們都會是這樣 對 現在長照型反而划算 當然我也要跟大家講 這個70對於女性 所以我們有可能未來 我們也需要人家照顧超過10年 對 我們也一樣 父母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而且還要對大家講說 這對女性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數字 它70什麼意思 因為我自己就有遇過一個案例 你去想看女性 現在說要30歲就生產 好像有點困難 比較晚婚 比較晚婚 可能就接近40歲了 今天40歲的時候 你爸爸媽媽幾歲了 就應該有70了 70了差不多 我剛剛講70大概就是 其實健康到不健康 臨界就是70 剛好遇到你爸爸媽媽 你孩子要出生 結果你爸爸媽媽 你也要開始照顧爸爸媽媽 對 有一個案例 我永遠不會忘記 就是我自己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有一個媽媽她中風倒下 對 然後她的女兒是新婚夫婦 我臨子現開的時候 你知道她們在討論什麼嗎 她說媽媽中風倒下了 那我們的孩子要不要把她拿掉 哦 哇 這個真的是很糾纏 我自己本身在整合醫學科的話 等你講這個 我的病人當然是什麼樣子 都是那種躺在床上 我們不然要說是白菜的這種 會重複入急診 為什麼叫白菜 白菜就是躺在床上 不能動 可能躺到說都已經 背後有長入瘡的這樣子 那種多重慢性 然後躺在床上 就是整個反應都沒有 甚至整個肌肉 都已經變得非常的小 有些是這樣子 功能就一直就很差 這個應該是這樣講 要講一個情境 我們以前說 為什麼說家族會棄著藥 說巴斯亮表 為什麼不願意幫我們平 因為其實巴斯亮 真正來說 它不是在住院的急性狀態來平 嚴格來說 它是要說 你出院一陣子 然後這個病人 他比較穩定 然後評估他在居家 或者是在機構的狀態 他是不是治理的能力 剛剛瑞德兄講了很多 是不是適合復應 就是看他的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原本會做什麼 結果不會 結果就喪失了 那是他平常的狀態 極性每個人都倒 所以評起來一定是不公平 以前是因為說很嚴謹 是希望說出院之後再來評估 可是家屬沒辦法等 你出院之後 你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才能夠有那種 得到請看護的門檻 看護工的門檻 那是就 現在就變成說 因為家屬都去慢慢都不能等 大家負擔都很大 然後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說受歡迎的儀式 其實也沒有什麼紅包不紅包 沒有這種事 現在沒有了 真的嗎 現在大家都都是情緒上 就是說 好啦好啦 我給你過 當每個都給他過的儀式 才會受歡迎 像現在要中秋節 是 很多醫生 病人會帶著禮物去 去看診 真的 那有些醫生 可能也不好意思拒絕 這樣子 那其實我碰過一個醫生最特別 他在他的診間 門寫說 醫生看病是天職 拒絕收受禮物 如果帶來了請帶回去 我看過那個 台大癌醫中心的副院長 陳建興 這樣就 就是 有些醫生他不好意思拒絕 送個月餅來 或者柚子來 你怎麼好意思把他拒絕 那個是還可以 就不要送錢那個就好 有人送錢嗎 我們不能收 錢就不能收 以前有 我們有個親戚 是那個當護士 然後那個中秋節的時候 那個不是 病人都會送很多水果嗎 結果那個醫生一定吃不完 所以就叫大家去分 分送以後發現下面有錢 然後也不知道是誰送的 最後他們也不敢收 就交到他們的那個 鎮峰市 鎮峰市 對 不過台灣現在好很多了 跟以前不太一樣 因為也是必須要接受法律的規範 是 好 那再請教江醫師 對公 那這個放寬 當然是好消息 不過 公 就是長 這個看護公的 供應量夠嗎 看護公的其實明顯不夠 之前就有那個 弱勢團體 他們就出來講 那剛剛瑞德先生也有提到 其實就是他們那個開放之後 其實看護公自己本身 就會選擇那些比較好照顧的 包括說 我們最怕遇到就是什麼 就是有入瘡的 那換藥可能 因為重複綠濃感染染 那可能一天換藥 換兩次三次以上 或是說那種 那有的入瘡已經 已經看到骨頭了 可以看到骨頭 有 好看我有 長得跟敦煌洞窟一樣的 這麼嚴重 看到裡面的骨頭 對啊 其實那是多大空 他說 怎麼大 這麼大 每天都要塞 背部這麼大的入瘡 這麼大 他就是每次感染 結果整形化 就幫他越挖越大這樣子 哎唷 這樣不會吵他 對啊 當然如果最後走安寧了 那就算了 那就是 那個味道會一直不斷的飄出來 那為什麼會到那麼大 那麼大 照護的品質 應該是說 照護其實跟人力 也是很相關 那種 換藥我們在醫院 因為是人力集中 一條龍 你可以有實習醫師 你可以有護理師 全部一整個幫你換 你回到家 那人力減少多少 你要你的抗護工 外戚抗護工 那全部幫你換 或是說 其他的配偶來幫你換 或是說小孩子請假 回來幫你換 人都不夠 因為我朋友是說 他媽媽你顧 你讓那個抗護工 顧 他說 把不吃貴 他說他去看他媽媽的時候 他媽媽有入瘡 差不多拳頭那麼大 然後他就說很心疼 然後他認為抗護工的照顧不夠 他不一定會把他冰心 把他清理 那到底那個如果要清理到 沒有入瘡的話 要多頻繁 平繁 其實 一般拳頭還能夠忍受說 一天大概需要一次 一天要一次 一天至少一次以上 那如果說是那種 那我已經什麼 什麼一個披薩 已經一個一個小塊 披薩是這麼大 沒有 小塊披薩 我們這個小 小披薩醬 可能一天要兩次以上 如果說 我剛剛講敦煌頓庫 這個我實習醫師那時候看過 整個下背了 他已經整個下背都曝光 他連屁股的上面都沒有了 那個一天一定要三次 可怕 換句話說你把它翻起來 那後面都沒肉了 那個肉都爛掉了 肉都沒有 肉旁邊都要挖光光了 當然不是只有說 為了那個入瘡要翻 因為老人家咳痰能力 喪失嘛 所以那我也是要為了說 怕他翻身咳痰滋味引流等等 那一天也是要翻身 那差不多五次到六次以上 所以有一些看路公 就不想做這個 就不想做這種 因為他都領同樣的錢 那幹嘛那麼辛苦 盧中心幫媽媽的狀況怎麼樣 媽媽現在是健康的 但他歷經過幾次大事件 包括了跌倒 就脊椎骨折 包括他長期的高血壓跟肥胖 然後也包括了他的 不能走路 就是整個骨鬆 然後最嚴重的就是心臟衰竭 在去年的九十月 還有一顆其實是兩顆 不太不太是要面對 因為位子很裡面不能處理 那就和平共處的小腫瘤 那你一個月要帶媽媽去醫院幾次 最糟的情況之下 是我在眩暈剛發作的時候 其實我一個禮拜都不太能上班 因為我媽媽去四個醫院 西元醫院還有三種 還有台大跟慈濟 然後每一次的看診 大家都看過診 那個老人家的漫漫長路的掛號 然後媽媽又會指揮東指揮系 我媽媽有一個很奇怪的控制 或者是一個指揮域 就是明明比如說 他是56號前面是36 他就會一直去問一下 你去問一下護士到我們了沒有 那就一天就一直在問 你去問一下護士到我們了沒有 上次我可以插隊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 對 上次我可以插隊 你去講一下我們可以插隊 就一直要面對這個事情 所以你一天 那你為什麼不幫他插個隊呢 怎麼插隊 我應該要被告 我安心 反而你更不能插隊 所以一整天 你可能早上出門 下午兩點回來 差不多 對 然後你一看四個醫院 就至少四天 那媽媽這樣對你施壓 叫你去插隊的時候 你都怎麼回他 我好脾氣的時候就是 冷處理 就是不面對 喔 講別的啊 你煮菜好好吃啊 外面的小孩子怎麼樣 生氣起來就是 你不要煩了啦 唉呦 講過了啦 我們不是講過 已經思前已經超凡演練說 56就是56 不用36號就這樣 就是這樣子 愛離不離 你這個喧音 你覺得跟父母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但是這樣講 我媽媽很傷心啊 就是每一次提到這件事情 她很傷心 她也不知道怎麼辦 呃 從之前的壓力 到後來的喧音 有一個契機 是我長期睡眠不好 那我睡眠不好 當然有自己的性格 跟環境的因素 但是我的媽媽不能改變的 就是她每一天早上 五點四五點 就一定要起來 一定要拜佛 一定要用力的關門 一定要煮菜 一定要買菜 不能變 這件事情是我 最痛苦的事情是 不能變 其實她現在比如說 來我們家要離開 一定要早上六點 為什麼不能八點走 為什麼不能十二點走 沒有為什麼 不能變 所以這件事情 我很痛苦 就是我一直在 被驚醒的情況之下 她上洗手間什麼 我都是跳起來 因為她關門 甩門的原因 那這件事情跟她講 是無法溝通 你已經溝通了 一百遍 一千遍 她都不願意改變的事情 那有一天我就開始在 四點的時候 被她膨起來的時候 我醒來的時候 她來你家 然後凌晨四點 不是… 她在睡在我隔壁間 好 凌晨四點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眼睛張開 她就上洗手間 我眼睛張開的時候 天地是顛倒的 我就知道出大事情了 我沒有經過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我就跟我的母親說 因為我知道她非常容易緊張 我已經知道 很多了解我的媽媽 所以我就變成 沒有辦法 我很痛苦 所以爬著出去跟媽媽 輕輕地敲門說 媽沒事喔 因為四點一定有事 去敲媽媽的門一定有事 媽沒事喔 你可不可以出來一下 我媽說 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你發生什麼事 開始了 因為她不知道眩陰 我也沒有經歷過 阿忠啊 你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快死掉了 那時候你是爬在地上 我在爬在地上 所以我其實是不能動的 她甚至把我送到台大醫院的時候 你又在眩陰 然後她還給你搖 還要搖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眩陰 甚至我去台大醫院急診室 護士來阻止說 呂媽媽你不要再咬呂如鐘了 她聽不懂 因為她緊張 可是這就是我的病症 我的病症就是需要安靜 跟你不能搖晃 所以我那個時候 那一刻就接受了 我未來要 連媽媽都不能靠 我要靠自己 所以我後來幾次大眩陰 我都是 找的都是 一個找的是我的客戶 我居然找的是我的客戶 找的是我的客戶 來幫我 一個找的就是我的朋友 我就進那個醫院的話 我就會請她說 你來幫我看一下 我可能 可能會有一些處理 你幫我看一下 他們都不知道什麼事情 因為一般人無法體會 所以眩暈是閉著眼睛 仍然會天旋地轉 大家無法體會那種感覺 大家只知道暈車暈船 但你不知道 其實是我閉著眼睛 是沒有方向感的 像掉進漩渦一樣 天旋地轉嗎 天旋地轉是比較是耳時脫落 我大部分的感覺 都像是暈船 都是一直是這樣的狀態 也沒有辦法站 不可能 可以站 像我現在就在錄影 這沒有問題 就是我吃個固定的藥 讓它壓下去一點點 然後我就可以整長的生活 王醫師 這確定這樣有辦法治療嗎 大部分都是症狀控制 像我媽已經90歲了 她還在室 然後整個生活精神也都很好 可是她長期有那個 梅尼爾式症 只要那個睡覺睡得 比較不好一點點 或者是熬夜的話 可能這個東西就會發作 那患者在發作的時候 她那個眼睛 根本就不敢睜開 因為一睜開的話 整個房間都在轉 然後嚴重的吐 非常的不舒服 目前大部分都只能做這種症狀控制 比較不好處理的是那種 如果她的症狀 不是那麼嚴重 然後輕微的 可是好像能夠正常生活 那個時候往往就 你也不能真的把她的症狀 完全消除掉 所以很多患者最後就必須 跟這個症狀想辦法共存 然後想辦法降低那種 可能誘發這種暈眩症的 這些可能的風險因子 比如說熬夜 睡覺睡眠要讓她充足等等 那運動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 用這些方式來降低她的風險 目前大部分也只能這樣做 那必須要強調的一件事情是說 確實那種新生症的存在 它是確定的 我們只要有外在的壓力 也很可能在我們身上 導致很多的不同的症狀 胸悶心氣 暈眩 頭暈 頭痛等等之類的 這個在精神科非常常見 那它的成因它是多重的 那我們不太傾向說 一定要去怪罪 某一個特定的因素 也許工作上面 你的老闆給你的壓力很大 也許在家裡面 你的某一個家人 讓你的壓力很大 但是它只是因素之一 那整個會讓你變成這樣 它是綜合的結果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方向 都努力的減一點 弄輕一點點 它對我們的病情都會有幫助 現在媽媽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有所謂的長照 你可以請人家幫忙 有的 我媽媽在心臟衰竭的時候 是她最辛苦的時候 因為她第一次 我們勸她減肥減了40年 她都沒有辦法停進去 她幾公斤啊 她當時有最重的有到90 那真的是蠻重的 而且她才160公分 160 然後但是因為這一次的心臟衰竭 她被醫生強迫要躺平 不能立起來30天 太痛苦 一個人吃喝拉撒 都得要平躺的被人家服侍 太痛苦 她現在終於撿到了75 所以她完全 另外一個人生就跑出來 又變得漂亮 一直會告訴我們說 媽媽以前的衣服都可以穿了 她自己有她的成就感 那現在就覺得很感謝政府 在這一塊的時候 因為我們請不到 她是去年還在疫情尾聲的時候 其實是請不到看護的 我們的看護都是互相偶爾 口吻相傳 這邊的病房還沒有看護的時候 隔壁發現你們是不是要請 把她兄弟姐妹招來 我們就說沒關係 什麼執照都沒關係 你只要讓我們有休息的空間 不然我要再陪睡 我媽媽非常非常膽小 然後就在陪睡在旁邊 所以後來出來之後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叫做長照 那個簡化了我們好多的事情 就是這樣表 我們不用回去送餐這件事情 這麼小的事情 因為它還可以幫助我媽媽洗澡 我媽媽因為害羞 不敢 但至少我媽媽願意 讓一個外人進她的家裡 就是送餐 所以這個長照 對我們來說 在去年的9月真的是幫了大忙 兄姐有分擔嗎 因為當初爸爸的15年 我就說我在一個房子裡面 沒有人知道外面的事情 很多人都會告訴我說 你可以告訴別人求援 那當然是覺得自己家裡的事情 幹嘛要求援 而且你開不出口 你說不出口就是 每一天日常的小感冒 送急診 拿藥 這種事情怎麼會開口跟兄姐說 今天換你拿藥 今天換你去送他去感冒急診 你不會做就這樣累積下來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我媽 第二就是我 在那15年 好 現在是我媽媽可能倒下了 我也眩暈了 所以我也上了夠多的節目了 別人都告訴我說你要求救 所以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向我的哥哥姐求救 就是我那次眩孕還要睡在媽媽的旁邊的時候 我就發了一個簡訊 我當面怕被拒絕 我就發一個 我又會寫東西 我就寫一個文情並茂的說 不曉得哥哥姐你們知不知道 我之前的爸爸最後十年是怎麼過的 你們可能不曉得 但現在你們應該看得到 我對於媽媽的照顧 我需要幫忙 我已經倒下 我就說這麼白 我已經倒下了 我需要你們幫忙 我很慶幸的事情是 我哥我姐馬上知道收到訊息就進來了 所以他進來就幫忙 也就是說我可能已經要七天 現在就只要三天就好了 哥哥姐姐可以分擔兩天 這對我來說已經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幫忙 王醫師 對於如宗有沒有什麼建議 說實在的 這個兄弟姐妹之間 關於這種所謂的勞務的分擔 這真的是家家有本難念的情郎 特別是如果其中有一個比較負責任的家屬 他願意扛住大部分的責任的時候 時間久了 我們常常會習以為常 我們最常習以為常就是對我們爸爸媽媽的照顧 我們老是覺得從爸爸媽媽身上得來的 都是天經地義的 但實際上那些東西都是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適當的去傳達那種自己需要協助 讓其他的家屬瞭解說 自己的難處 希望大家能夠雲出一些資源 來去幫忙照顧這個爸爸媽媽 其實好好地說的話 應該大家都還是願意 就像如宗兄說的 其實看起來哥哥姐姐也都出面來幫忙 說不定過去是因為沒有在身邊 所以他們無法理解到底這個東西有多麼大的困難 很多時候我們在照顧那種年紀大的老人家的時候 就像如宗兄講的這樣子 我好多患者真的超級感謝 政府的長照的這個措施 真的幫助了不少的人 可是在照顧的過程中 有時候你如果沒有親身去面臨它的時候 你會很理想化 像是舉個例子 對啊 舉個例子來講吧 之前在日本曾經有一個悲劇 那個長照的老人機構 因為他們老人化很嚴重 被人家殺死 對 被內部照顧的人殺 對 那個照顧的看護最後就是崩潰 而且殺了好幾個 對 他說你們根本不知道 這些老人家打人的時候力氣有多大 因為他們一直以為說 照顧老人家算什麼 所以人力就越減越少 那一個人照顧的人就越來越多 最後就真的崩潰 那崩潰的時候就做出了這種 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可是我請教一下 那你的晚年怎麼辦 好 我就很怕問到這個問題 說實在 我忽略 我現在就是努力的運動跟努力 像我最近在學油化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在我健康的時間趕快去做 未來什麼朋友在一起 什麼傳訊息 有緣就做 沒有緣 再說 因為這會讓我 我還在裡面 我還在照顧我的媽媽裡面 我不要去想未來 這會讓我失望 對於很多事情的失望 會讓我沒有力氣 沒有能量 我現在就是全新的 你有應酬的朋友嗎 說實在沒有 沒有 我有真心的朋友 九點就睡了 對 所以我有真心的朋友 他們知道我的狀況 但是你不能去祈求一個 大部分人都結婚的家庭 來顧一個單身汗 有他的困難存在 所以大概我姊姊 不過我姊姊比較輕 她大概知道我的狀況 會三不五十來問我要不要幫忙 以及 所以你連血壓也不曉得 我血壓知道 因為我去跑步 所以我知道 對 血糖那些我都拒絕了 膽固醇什麼都不曉得 完全不曉得 你也沒有做過健康檢查 完全不知道 其實還在照顧父母親 會逃避這個東西 我以前也是照顧我父母親的時候 我自己不會管我健康 因為我覺得我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我誰照顧我父母親啊 所以我不會去管他 等到父母親走了 我才會去看這些指數 謝謝 謝謝